大家好 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原生成就的攻略 成員巨猿人物安淡蘑菇的求救89 要求太多的孤頭 成員巨猿人物古代巡內調查 成員巡內調查水生生物調查 90人情煉達集文章 這期視頻我們來收集 要求太多的孤頭的成就 需要小夥伴們先加動一下流明石 把它升級一下 之後我們打架技术來到螢光瑕道界的起屁點 到了起屁點之後我們把鏡頭撞到東南反向 朝這一直走 開始吧 我們飛一下去然後走左邊這條路 接著我們右邊的傷體過欄秀能 看到一個魔督了 在那 這個人物走進之後就會自動出發 然後我們就需要和他對話之後 然後用遊明石觸媒給他充等 因為我之前來桌 所以已經把任務發放到我的任務列表裡了 來我們和他對話 對話之後他叫我們去清理淤泥 低躺在我們的 西南方向我們走過來 游到對岸就可以 清除低躺淤泥了 我們來點擊帳範 之後把石線抓到我們的東南方向 如果 那個 遊明石的能量不夠了還可以來著 採集一下能量 我們接著朝前走 再接著樹杖的背後 我們再來帳範一下 旁邊的星巡也可以採一下 之後 再還有創始 也能補充我們的能量 之後我們把鏡頭撞到北方向 朝著一直走就行 彈到我們的 這圖樹杖後面 也是 我們過來 點擊帳範清除一下 淤泥 好的之後 我們再回到 模度的那個位置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西方向 來這要再和他進行一段對話 好的他叫我們取救他的同族 我們點擊在物水中 之後打開地主 來到銀庄 霞道 上方 張財界的棋皮點 到了棋皮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撞到東南方向 這邊接著就是 悶 要依次 你還悶充了 充好接著之後 就朝著懸崖下面跳 第二就在懸崖下面 把鏡頭轉到西南方向 這個沖好之後 把鏡頭轉到西南方向 在那個上面這 我們走過來 小心別被炸倒 爬上去 來給我們的 這個模度充的 之後把鏡頭轉到東方向 蹲著任務指引走就行了 他再來 記得石頭的背後 我們來給他充了 之後 我們再朝前走 剛才那個仙靈的 旁邊 這裡也可以補充下那個能量 從這過去 說我們得 最後一個模度 來我們給大家充了 之後回到 最開始的那個大模度呢 我們去交任務 來我們合到對話 來我們合到對話 對話完成之後 我們會得到 一路無品 之後 打開地主 我們回到 銀端峽道界的棋屁點 到了棋屁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撞到東北方向 從這邊 接著普洋上走上來 去清理最後的 污染源頭 就在那個深月火髮石呢 泡進之後 它會再出現一個雷髮石和一個水髮石 我們不用打 來著 帳範一下 之後把那個道具 拉回去 好的 深月髮石就沒了 這裡道具也用了 之後我們再回去 交任務就行 我們打開地圖 這次擋路就 帶你們跑了吧 我們最後來這把任務交了 就能獲得這次成就 好的 這些視頻就到 未必視頻 我們來收集 人情練答 結文章 借到的成就 嗯 收集成就前 需要小伙伴們加裝一下流民精神 我們需要在隊伍裡面準備一個 數元素角色 一個 輸出角色 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我們要去到地下水澤 左邊我標記的這個任務點 如果小伙伴們這個 洞口拆了 就可以從這個起筆點直接做去 然後拖一下精度條 就是這個視頻 到起筆點之後朝囊走 飛到最下面 就是這個洞口 我們進來之後朝右邊走就行 如果沒拆的小伙伴就來到 居原主判區下方的起筆點 我帶你們從這邊做去 來到起筆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撞到西方向 我這走進這個礦口 然後沿著前面的路 一直走 我到這裡之後 我們貼著右邊的商提走 來到這之後 這有兩隻新尋亮的蘑菇 被我提前踩了 我們記得拿一下 這還有一個 我們要收集巴著 就 來到這之後 我們沿著 上面這條路 不要跳下去 一直走 貼著上臂 注意一下體力啊 前面要飛 別掉下去了 好到了這之後 這有隻仙靈的位置 我們 走進進洞口 我們再來 拿一下這朵新尋 到了前面這朵新尋出 我們先到右手邊 如果沒開 剛才那個動手的 我帶你們來開一下 之後還會用的 介入位置有爆炸左勢 把它 那個 引爆就行 來我們拿一下這朵新尋 之後再朝著 新郎方向走 就能來到 這個水澤處 我們要去到那 去釣魚 從邊緣走 今天不是來打拽的 我自己騎不是來打拽的 打拽的在後面拿 在這會有一塊跳板 我們 跳上去 去對面才能釣 立立魚 來到這之後 我們降糟度 之後就可以釣魚了 然後我們來釣魚 我們要釣到一個 奇拜的物件 就是這個東西 之後就可以停了 退出來之後 我們把視線撞到我們的 北方向 西北方向 我們從這邊走過來 我們把視線撞到我們的 這個原來有一個玉泥湯頭 需要留明星石 帳放一下 好我們走進來 之後 朝著下面跳 開翅膀 我們要這樣 很多的刀渡 尋到那個 凸出來的那個柱子 讓有一個華麗寶箱 在我們眼前 之後 這還有一個 摩拉俠 倒是這不重要 我們要來 拍照 我們要來 得接著古神物華絲拍照 來點擊拍照 拍好之後 我們 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要來到 零食組創到右邊 這個七P點 到了七P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撞到南方向 從這兒跳下來 然後開始吧 一直朝前面飛 就能唱到 接著端點 這裡會戳一波 盜寶團 我們 如果能長得上的話 就可以直接進入拍照 不用打怪 我們來 快點點擊拍照 那沒事來清一道 清好之後 我們來點擊拍照 再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再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來到 劇院主礦區 上房間的 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撞到我們的 東北方向 先走上這這樓梯 貼著這個 護欄走 來到這之後 我們開始把朝前飛 去拍下一張照片 我們一路要拍五張照片 來這之後我們降噪度 然後進入這個 Tonto 再來的牌照點在 斷崖斷橋的 對面 已經可以看見了 我們過來點擊拍照 拍好這張 然後我們再打開地圖 拍好這張後 這次我們要來到 這個 這下水澤左下方的 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 裝到我們的 信仰房下 接著 TLD的商提走 去前面的這個 跳綁子 跳起來 就能唱到我們的這個 拍照點 來我們 快一點 拍照 來再請一倒吧 拍照 好請好之後 我們再來點擊拍照 拍好這張之後 我們打在地圖 來到 最左邊 這個 TP點 叫什麼名字呢 管他得來 我們TP到這裡 到了這之後 我們把視線 朝 北方向踏 這 走過去 就是一條 當行道 我們一直沿著這條路走 去排我們的 最後一張 化石照片 等拿齊了 這三個 物品 就是 八朵星巡 五張 化石照片 還有一個 奇怪的物件 就可以去 找海基森教任務了 在地圖 到了這之後 我們來 拍照 好的 最後一張照片 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 無名遺跡下方 JTP點 我們朝前走 在帳篷裡面 解釋人為NPC 我們來找他對話 好的對話 好的對話完成之後 我們來到地下水澤 JTP點 之後把鏡頭撞向 西南方向 跳下來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最底下 這個任務的執行店 來這要放置奇怪的物件 之後 忘除水系角色 把它 激活一下 激活一下 我們來 好來再檢驗到 戰鬥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回到 街裡營地 繞了營地之後 我們再學到他對話 把這件物體叫 這樣就能拿到 我們的 接著成就了 記得關注再走喔 記得關注再走喔